新店区公所将在4月6号正式进驻新店行政园区 届时7到9楼均为公所客室使用 7楼为调节委员会 8楼则有社会人文课、民政课、秘书室等单位 9楼则为公务课、议政灾防课和经建课 将提供一站式的全面服务 让民众免出奔波之苦 新店行政园区完工启用 新店区公所也将在4月6号 要从7张捷运站搬迁回到原本的位置 也就是会搬回新店行政园区 区长朱思荣表示 7到9楼为新店区公所使用 主要核心会是在8楼 有社会人文课、民政等6个科室 而3个楼层也都分别会设置无障碍厕所、普鲁市等设施 7楼会是公所的调节会 实际上的行政核心会集中在8楼跟9楼 8楼的部分是民政课、社会课 还有秘书室、人事、政风、会计室 在9楼的部分则是公务课、金剑课以及义政再访课 新店行政园区就位于捷运新店区公所站2号出口旁 地址为北新路一段86号 现在只开放地下一楼可供机车临停 汽车停车场还未开放使用 所以要提醒前往洽工的民众 可以多加利用搭乘捷运或供车 多利用捷运来进行洽工 那当然如果是骑摩托车过来的话 那在地下一楼现在已经有开放的停车场 供民众洽工来使用 那当然最主要新的新店区公所站这一边 还有28条公车路线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搭乘公车过来洽工 针对行政园区还未开放汽车临停的部分 区长朱思荣特别说明 由于大楼围攻部门和私人单位共同使用 所以必须跟各单位协调 目前已经积极在处理 如果民众有停车的需求 建议可停放马公公园停车场 除了要委外招标之外 还要跟里面内部的各单位 为了这个进出的方便 以及进出的顺畅性 还要进行各方面意见的讨论 所以要请大家再有耐心稍等一些 根据了解除了新店区公所外 地震事务所也会在4月6号一同进驻 其他单位包括了护震 新店计证所 新店警分局等单位 则会陆续在6月份前完成搬迁 希望能够提供市民朋友 一站式的全面服务 免除奔波之苦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新店采访报道